接下来进入了新世纪初 看看关键词是什么呢 极简主义 极简主义是啥意思呀 极简主义啊 就是你的目的很明确 是为了健身 减肥 然后目标明确 对 然后或者是蹦迪 接下来是流派开创期 关键词是什么呢 流派 民族流行风 就是最选民族风的 这个就是广场舞 开始的这个 开始萌芽了 202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最选民族风啊 整一系列跟民族风结合的音乐 就开始给大家洗脑了 这首歌曲就出来了 对 这样吧 最主流的是哪首歌来的 最选民族风 最选民族风 在你们脑子里面 哪些歌 小苹果 还有吗 套马甘或者是一些那些 比较神曲 就是你走到大街小巷 那种庙会歌曲 进入到完善成熟期 加姆斯快乐舞步 这个真不知道 知道的人举手 不知道 那我说一个东西 你们就肯定知道了 你走在大街小巷晚上 然后走过一个什么地方 看到一群人穿了一身白 戴个白手套 围着圈跳 这样吧 正好今天呢 我们我在这边给大家 把这个舞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现在广场舞呢 大家可能感觉 乱跳 瞎跳 其实并不是 它有六大类别 还有六大类别 已经生成熟期后 知识点 知识点啊 知识点啊 超黑版了啊 第一个点呢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是 我跳的为多的那个健身舞版本的 这个健身舞的感觉为主的 就是都是有力量练习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民族舞份的 这些关系 最选民族舞啊 对对对 就是很专业的 肩膀动的 对很多阿姨 很好看 很好看 一般人要学两遍才能 学会的这些舞蹈 这是第二个 这个民族风的 大概就是深入浅出啊 包括 让大家都能学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慕斯 你们下次去 可以去看的 一些阿姨 就是就这样 对对对 对对 一点总计啊 跟我学个那个 好 跟你学个 顶化前身 几步搜 四 五 六 七 这不像那个 走灯影的那个感觉啊 皮影 皮影 要跟 不是 就顶化 走顶化 吴老师 你的齐奥存在哪里 协调不了 对 基本上 协调不了 挺难的 看着容易 提着挺难的 这个就是 加慕斯舞步 但是他这个舞蹈的 他对整个人的线条特别 他特别像那个 皮影系列的老太太那样走 他是 主要是那个表情 王老师的表情 露着小白牙 不只是表情 王老师刚才的屁股 突然翘起来 还好屁股翘起来 第四个舞种 这个舞蹈 这个舞蹈怎么会有人学 我不觉得好看 这个是真的 你看 其实东北的姐姐 他们练完以后 线条真的很长 老了老了还能长个儿 绝对啊 他会拉伸 拔起来了 他一直属于这种状态 但他这个舞蹈呢 就有一点的地方 就是他 他知道中老年的 这个膝关节不好 没什么蹲 对 这是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叫第四种舞 叫那个鬼步 见过吗 鬼步舞 然后这个 这个见过 这个很老的舞 这好像是 对 在广场上不做 就这 好凶 我觉得我男生的时候 既要跳的这种舞都是 对 这个特别难跳 对 来 王长峰 你来 快点赶紧 赶紧 来 这位老开心 来 开大手 准备 来 这两位 两位老年朋友 来 来 来 老师在前面带着 好 这歌还挺好听的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一 二 三 开始 先找到节奏 那我现在先找到节奏 四 三 对 然后这个腿 我先跳个慢的 一 二 三 八 四 快 快 快 再三下再来一遍 右 你的最大的作用 是把他们给点燃 点燃 对 对 谢谢 谢谢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时期 还有 那个舞蹈叫 交易舞 交易舞 或者叫水滨舞 就两个人 拉着手跳的 然后两个人转个圈 这个令号杨慧 这个令号杨慧 有一点身体接触的 他都要上去 他都要上去 有一点 交际舞嘛 类似于交际舞 对 就是有一点身体接触的 对 最后一个呢 就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 我们有一些街舞也在上 来 来 来 演示一下郭兰 来 来 你会跳一点吗 你跟老师这个子也正好搭吗 掌声鼓励 我就耍个大刀了今天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会跳 来 随便给个音乐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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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